到小弟想介绍的韩战了 韩战又怎么看呢 一样的 有我哦 那又怎么呢 都没有梁朝伟 2018年刘嘉玲和梁朝伟在布丹举办婚礼时 可谓是将大半个娱乐圈的明星都请了 为何偏偏没有请夕的好朋友刘德华呢 在面对记者不嫌世大的追问时 刘德华的回应可以说是相当机智 刘嘉玲和刘德华的认识 可以追溯到31年前两人合作的电影 哄天龙虎会 当时香港影坛被Black Social所掌控 情况不好的时候 演员甚至会被用GUN指着拍戏 那明星生存环境混乱到无法想象 刘嘉玲和刘德华就是在这样的胁迫下完成的 拍摄哄天龙虎会期间 因为同病相连的关系 刘嘉玲和刘德华迅速确定了友谊以及统一战线 后来刘嘉玲被Black Social绑架 被迫拍下不雅照 被报刊给刊登成封面首阅的时候 梁朝伟为了保护刘嘉玲 号召身边好友一起抗议时 张光荣和刘德华都是第一批响应的演员 刘嘉玲经过此事之后 和刘德华感情愈发的好起来 刘德华曾经表示过 自己将刘嘉玲当成妹妹一样看待 两人的关系可见一斑 在每年刘德华生日的时候 刘嘉玲都会准时送上祝福 而在刘嘉玲生日时 刘德华也不会缺席 那么关系为什么如此好的两个人 在刘嘉玲大婚时却不见刘德华的身影呢 这时就要说到刘德华和梁朝伟的恩怨了 重回当年的TVB无线无虎的时期 当初无线无虎和TVB 因为不愿意续约闹翻的时候 TVB高层最先攻克的 就是耳根子比较软的梁朝伟 梁朝伟沦陷之后 刘德华咬死不愿意和TVB续约 这件事梁朝伟背上了卖有求容的骂名 不过刘德华依然不妥协 最后导致无虎解散 刘德华也因此被血藏一年 还被迫签订了十年之内 不能拍摄其他电视台的电视剧的合约 直到大哥周润发出手捞人 刘德华才重新开始拍戏 多年后 刘德华对于梁朝伟当年的反射行为 刘德华表示了理解 他对媒体说 梁朝伟的决定没有错 个人有个人的选择 一次记者采访刘德华时 提出犀利的问题 曾经的无虎兄弟 就你自己不参加 也不送礼物 会不会显得自己很小气呢 刘德华说 我没有收到请柬 我怎么去呢 对于他不给我发请帖 我不觉得他小气 那我不送他礼物 他肯定也不会觉得我小气了 所以从刘德华的回应 网友们也是称赞他情商太高了 真的是太会说话了 刘德华虽然嘴上是这么说 但可能也考虑到 他和刘嘉玲是好朋友 还是在他们的婚纱照片上 写下祝福你们白头学老 这样的话 由此可见 刘德华真的是一位很不错的朋友 就算是跟梁朝伟 有过一些小恩怨 但丝毫不影响 他向昔日好友送上祝福 鲁玉也曾经问过刘德华 你有没有知心朋友呢 他毫不犹豫的说 没有 虽然走到哪 身边都有一群看似香蕉甚好 但那种完整无话不说 没有隔阂 没有距离的朋友 一个也没有 其实在娱乐圈 这么现实要复杂的地方 大家都仿佛戴着一张面具 很少有人敢卸下伪装 去真心待人 所以也就导致 很难交到真心的朋友 不过毕竟大家都在 同一个圈子里 难免会在某个地方就碰到 所以也都保持着 一个最基本的礼貌 可能刘德华和梁朝伟 就是这样的关系吧 你有没有一些很 高深的朋友 真的可以讲到心事 我可以讲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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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讲到心事 不想吃 我可以讲到心事